或许是太长时间没有比赛影响了状态 或许是长假后的松懈感 截后第一场球 排名第一的广东客栈争夺季后赛门票的上海队 最终吞下一场实力 上海队赢得这场比赛后 继续保有金军季后赛的希望 一届连带领全队五人得分上双 自己17次出手命中11球 看下28分外加9篮板 却没能带走胜利 成功加入空砍群 这场比赛从数据上看 广东输得不远 篮板球输对手7个 另外三分命中率是低到谷底的14.81% 全场27次出手3分 只投进4个 尤其是在最后追分阶段 利用紧逼防守连续导致上海队出现失误 可惜都没能把握出机会投中3分 但是另一方面 裁判的吹乏也值得商榷 全场比赛判罚多次 引起广东队全体不满 其中有几个判罚明显尺度不一 1 第四节 易建连在进攻中被上海队大外院斯克拉拉拽后 两人在争抢地板球的时候 易建连打到斯克拉的面部 经过斯克拉的抗议 裁判回看录像 判了易建连围体 却对易建连被犯规时若无度 斯克拉执行罚球后 易建连和杜峰向裁判比划二的手势 示意他也该得到两次罚球 裁判没有理会 最后易建连跟裁判交谈 2 同样是第四节 广东小外员德莱尼在防守留夜的时候被击打到面部 但裁判吹罚他阻挡犯规 德莱尼示意回看录像 他被打到了面部 裁判没有理会他的抗议 3 最后一分钟 广东追分 赵锐上篮打击 却被吹进攻犯规 4 最后30秒 广东防守上海食物拿到球权 裁判吹胡明轩犯规 继续从上海队上罚球先 慢镜头回放后解说越疑惑 这球胡明轩没动啊 5 最后20秒 赵锐在防守时 没碰到弗类戴特 却被吹犯规 6番离场 最后赵锐表示不满 被追加技术犯规 送上海队三罚一致 所拟胜局 总结 判罚尺度不一 严重吹偏哨 是广东对输球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在最后 关键时刻的偏向性判罚 赛后 知名体育记者和体育媒体人 都在微博上 为广东发声 声讨裁判判罚不公正